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我们本来应该坐在我这个位置的人 对吧 现在呢上个礼拜就已经缺席了一期 Micky不在的第二周 想他 想他 这个礼拜又缺席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去KOD北京站拿到了一个冠军 耶 洒话洒话洒话 他拿冠军最近几年还拿的不少 今年第四个了 可以的 第四个其实前面有一些有点水的吧 有一个年初是上海的 上海这个很厉害 中间有两个就不用再提了 反正是冠军 这第四个也很厉害 因为北京上海都是咱们街舞的重镇 高手无云 这个Micky呢 这两年状态不错 就是伴随着成功结婚 成功减肥 伴随着上了街舞茶话会 就蒸蒸日上 对 街舞玄学事业呢 也得到了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是一个帅哥 但是却走上了神棍的路线 接下来他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还有就是 Micky现在为什么不在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是去了这个江小白的Just Dance 据说还代替了冯老板的这个位置 去跳大轴的这个节目 冯老板又少了一次这个演唱 不是 这个演 表演的机会 赚钱的机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冯正先生可能在参加这就是街舞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走这么远 所以中间接了一些活 但是活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推调了 因为好像咱们在录的这个当天 就咱们现在录的这一天 这就是街舞刚好有录制节目的比赛 正在如火如茶的进行录制当中 对 这个疯狂的茶嘛 对 不知道现在比较什么情况了 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去了解到内幕 对 可是我不愿去了解 为什么就 我们本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样就不会打脸了 对吧 不打脸有什么好玩的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我立flag嘛 对 我们这一期呢 首先看 先看什么 先看 吃火锅 对 火锅这个事 反正我是有点觉得有点可惜 节目组的预算应该都用在吃火锅上了 这个 诶 问问你个问题 嗯 这个 如果你流落荒岛 四位队长选择一位来进行陪伴 请问 张成子 你的选择会是 我当然选择 我觉得我应该务实一点 为什么 我这么瘦弱 的一位美男子 而且还很能吃 我哪里有能吃 谢谢 我是决定选吴建豪 吴对 因为好客嘛 对吧 苦力 I got this man 所以劈柴挑水摇椰子 然后这些都应该干 他是不会好意思让我做的 我相信 哦 真的吗 不一定哦 他会 罩住我的 还是火大哥 你不怕这种来自于USA的朋友 他可能对这种海岛的生存环境 不是特别了解 就是由于头太铁太刚 可能就先比我先一步就 喂 帅吉利了 找到救援 我还是会选迁徙 不是因为帅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就是我内向嘛 对吧 我也很纯真 对 我们就可以互相的对视 安静的度过剩下的美好岁月 也不知道是谁整天开车呢 还纯真 哎 不要这样讲 只是驾驶技能而已 好 说节目的游戏好了 好 这个游戏呢 可以用简陋来形容 对吧 你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导演组 他们在设计这些内容的时候 就是路导带着一帮人 坐在那个阴暗的会议室里 大家呢就是彼此 哎呦 我觉得可以这样 这一定很好玩 忍不住要笑出来 就是阴森的环境 就是那种 大家那种奸计得逞的样子 对吧 就憋着一肚子坏水 怎么去设计这几个 然后他们就设计了这么简陋的游戏 这个就看队长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了 果不其然 易烊千玺是最成熟的 老干部真的 第二个老干部就是韩庚 这个跟这个年龄啊 正好成这个版笔 韩庚可能已经进入到了 你这个话这个 不是我说的啊 因为有龙泰而主啊 但是就是因为 韩庚去年的时候那个状态啊 就是精明严谨 对啊 现在就在游戏里面都表现的就是 特别蠢萌 对我觉得是因为 第一是去年还没有适应这种综艺的感觉 还是就是因为他可能是演员跟歌手嘛 嗯 第二个是想呢 我千算万算 算到最后 我还是提前就出局了 那我今年我就放黑字舞 但是 很难过啊 就是他在就是倒在地上 穿裤子 然后手脚笨桌 等下我们哎我们差不多啊 我们关我一下老人家好不好 哈哈 加油啊 哈哈 没人没人 扶我起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爷还好吗 大爷 和在跳这个swag的这种东西的时候 那种就奋力 然后喘成那个样子 哈哈 我就那个bgm虽然很欢快 但是我眼泪就在眼角打着转 然后那种善然泪下的感觉 就是完全无法控制自己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看到同龄人这么挣扎 就觉得 啊 岁月 看到了你自己 是吗 对岁月真的 岁月淫斑些吧 对我们太残忍 不像张雅东那句话说 看2000年来以为什么都会变好 那只是自己变老了 我们老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心酸好心酸 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对不对 好这个基本上呢 这个游戏呢 其实就是主要目的是为了插出更多的花 然后再给后面的环节 做出更多更多的一些噱头和制造这种游戏的有趣的充足点 游戏实话呢 我们还是正经的讨论一下选人的环节啊 嗯 选人环节呢 就是一次开放四个啊 分成了很多轮 呃 这次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48个人 没有遗漏 就是不会说有选到最后没有选的人 嗯 48个人都有了 相对的说 舒服的多了 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这样好吗 呃 从 如果说从这个整体这种冲突性上 紧张感上来讲的话 有人选得上 有人选不上 会 好看 有看点一些 但是如果说从尊重舞者的角度来说的话 没有人希望自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刷掉了 对 对吧 包括所有综艺的所有选手 他们都不希望自己是 没 我没有表现的原因 我做品外 然后被刷掉 这个就很难受了 其实我说实话 客观来讲 也不是没表现 因为 选人也是基于你之前的表现吧 之前嘛 对吧 那我觉得有一点 这个好处 我们其实有优点 就是 他可以让这一集整个就不那么 紧张 嗯 因为你既然要做综艺 那可能参心想的就是 我就综艺 从头到尾都是很综艺的 我就不要有任何的 呃 紧张感或者是那种 危机感 或者是让你觉得不爽的地方 我觉得是好笑的 好玩的 我觉得这一点至少是 他们达到了 嗯 那么我觉得缺点的话 就是 你现在不淘汰 意味着下一集 淘汰的人可能会多一些 一次就很难受 因为他总的级数是一定的 对吧 那理论上讲 是每一期都会淘汰掉 很多的比例的人 这样才会有一个 最后能够 比如说万词赛里他剩12个 决赛里剩7个人 才能达到这么一个比例 我们在这个 规则里面就已经 其实有听到 预告里面 透露了一些直言片语 对对对 说我下一次就比如说 我失败的时候 一下子要淘汰4个 对一个队 12个人 淘汰4个人一次 很吓人的 那 也就是说下一集 最少一个队 会淘汰4个人 最少全部会淘汰8个人 对 可能还会更多一些 是你想基本上 就一棍子打残了嘛 对 相当于是我一个队三分之一的人都要被刷掉的这样的感觉 对啊去年也是差不多 也是这样子 但是 就确实也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是 这个节目就是如此 你在这个阶段 松 那么你在另外一个阶段相对来说 就一定会迎来紧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没有说 就是单方面的好处优点吧 肯定还会伴随了一些 是这样的 张先生哈 这个事情都是相对的 对啊 任何一个事情都会有正反两面 是的 对吧 就像硬币的两面 那他一定会有一面是一 一面是菊花 是这个道理 哎 冷静一点 你的一块钱不是这样的吗 是是是是 是 好的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这个选人啊 选人非常的重要 因为 只要是选对了人 那就是 要学神仙 驾鹤飞天 点识成精 妙不可言 如果选错了人 那就是 一手凉凉送你落地成河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队长的选人逻辑 其实 大致上都会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在街道里和你谈好了 我们希望 你就遵守当时的一个承诺 大家的约定 来 就行了 是吧 那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 如果有很优秀的 符合我构建想法 是从别人街道里出来的 我去挖一挖 是吧 这个 明花虽有主 我来松松土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那么我们看到了 这里面的代表人物自然呢 就是罗志祥先生 哈哈 松土高手啊 可以说是 这一次是爬墙高手 这就是爬墙这个节目呢 在这一段展现的非常的出色 我们看到了 这个 节目组呢 呃 甜不知耻啊 不是 这个早就有 心机的设计了很多的造具和阻碍手段 对 比如说绑手绑脚进去啊 是吧 给你踢子呀 不准说话呀 对 大声工 用大声工说话 这个喇叭啊 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 啊 我们看到罗志祥先生是最早的拿到和自己队伍相匹配的楼梯 对 太棒了 我觉得楼梯这个设计呢 可以说是非常好笑 可以啊 比不说话要好笑 就是大家会设想一下啊 就是画面 然后 从墙头升起一个头来 然后看着你 就上演了很多这个 我们感觉好像是在看喜剧电影一样的这个桥段啊 蛮有意思的真的 对很伤感吧 我是觉得 一把年纪了 你又伤感 还要爬上爬下 啊 是 还要拿出苹果 一起拼 一起 你要想一下 没有梯子的时候 吴健豪这个 一体向上往上爬 这个 纯肉体力量 哈哈哈 太拼了 对 对 难怪后面骨折 哈哈哈 这个 开玩笑啊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设置啊 首先我觉得 先说导演组的这个揣摩一下导演组的想法吧 嗯嗯嗯 最要有意思的是它是每一次开放四个人对吧 是 它每次的四个人呢总有那么一个是很多人抢的至少两个人在抢的这个名单是经过设计的这个设计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是很花心思的为什么呢抢了这个人就是主线之一啊这是这是当然的就是他也许不是就算但是我不是说不抢的人就不是主线啊 这个意思 因为像三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百分之百的主线但是他没什么可好抢的就是罗志强人对吧 还跟那个样子是吧 是吧 微博又约好了 然后之前也约好了 后面所有的这种事情就像签了约一样的 你就看他们俩抖音就行了 别的不用说了 他俩就是过来只是走个合同流程的就是这种情况 那其他人就是他们的戏份和他们的这个实力的表现就在于是争抢的这个热闹程度了 就是说这个关于有一些争论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得一定要拽出来说一说 真认真一点严肃一点说啊 就比如说核心人物像这个几个已经跟自己之前接到的队长有过相对来说一定程度的约定 但是在这里变了心做出了额外选择的这个人 最明显的就是阿K 对吧 其实基本上就是两个一个是盐燕一个是阿K 盐燕呢是之前跟还有陈建延 陈建延还相对来说好一些 因为他获得关注没有那么高 关注度不太高嘛 再说有另外有阿K这个对吧 火把子在这摆着 其他两个都不算 尽管阿K选择了花式道歉 在微博上都已经给这个小猪跪了好多回了 我觉得这个首先要退回到这个机制本身 就是如果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节目到这一集 我们每个人都老老实实的跟队长自己 就是约好队长走了 那有什么可看 这一集不用录了 对不对 虽然说大部分人还是按照约定走了 但是每个观众都会想说他会不会走 他别走 他应该走 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一个揣测在 那这个就是这个节目的变数 也是这个环节能够拍两个小时的原因 而且有出人意料 就是往往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按部就班了 不一定会觉得好看 对 就肯定不好看 就这么简单 那我都知道了 那AC跟千奇说好了 那千奇都不用抢人了 还需要大声攻吧 反正你跟我约好了 我就走吧 走我们回去 这有什么好看的 反正你是我的人 跟我回家就好了 对 之所以要争取 也是因为有压力 因为你不争取 就会被别人争取走 对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从节目的规则设施角度上讲 阿K走是很合理的 因为当然会有人走了 对吧 这就是节目组想要的一个效果 它产生的最后的戏剧性效果也是 比如说罗志祥的《惊恶》 还有像颜艳这边走了以后 寒根吃果糊 对 那一刻我又想煽然泪下 我又感觉到了岁月 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残忍 又看到了这个Leaflag 这个下场一般都会 对 打落果河往肚里吞 对 齐王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我觉得无所谓了 其实这个东西嘛 Leaflag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 对吧 随他去吧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我们站在舞者自己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角度 来看一看 那就是 首先我做出选择 那如果他这个队伍 从我已知结构 它符合队长和整个其他的队员 符合我的表演风格 符合我自己的一些理念 那么我进去我当然是心甘情愿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有出现了 比如说我的好搭档 我的好队友平常他们都在一起 有相当高默契的人在另外一个队 而且他的队长又有拿出了足够好的诚意武器打动过 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动摇 各位现实的角度真的会动摇的 对 这个动摇不是说什么我不守承诺或者怎么样 而是我来参赛我还是要考虑我能不能够发挥出自己作品最好的一个状态 对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 吴建豪给他看的是吴建豪当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的比赛视频 那个时候就是非常original 的时代 那吴建豪拿出了自己当年跳 hiphop 的很 old school 的那些东西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极其有说服力 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不跳舞的朋友 他会觉得 hiphop 和 urban dance 是差不多的 完全不是 为什么 你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一会会说 队伍配置的时候会说到 对对对 吴建豪的队伍配置里面是没有 urban dance 的编舞的 除了廖廖之外 廖廖其实算是爵士 对 男爵 为什么呢 所以这里面的担当就是 hiphop 阿K X酷 阿K兔子和阿琪嘛 他们将担任担当这个编舞的功能的作用 非常重要 因为阿K他为什么在自己 是做这个20小时编舞的时候 没有选编舞强力的人 因为他们是 hiphop 跳 hiphop 的人 他们自己 特别像阿K他们这个水准的人 他们是有自己的坚持在的 他们觉得说我要坚守住我的舞种 我的 hiphop 我要守阵地 对虽然 urban dance 很好 你们特别好 Franklin 你们很强 但是我是跳 hiphop 的 我要把这个旗子扛起来 所以 就不是说排斥别的舞种 而是他们觉得自己 作为这个圈内的 hiphop 这种舞种的 算是顶头的人物 我们要 不能让这个旗子倒下 对 额外多说一句 为什么会在罗志强和 吴建豪之间 他徘徊犹豫了这么久 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其实吴建豪放这个老视频 他就是表明态度 就是我想要的是 最初的 很原汁原味的那种 hiphop 这个是 这一次进去跟他聊的时候 我去我那场 就只有看定阿K 然后最后跑进去 然后看我这曾经就是跳 hiphop 那些小影片 你看出来是我吗 你看出来是我吗 你看到吗 你看到吗 对啊 我们是同一同一界的 同一挂的 同一类的 同一同一种份 你知道 然后你们三人代表hiphop 哦 哦 是 over 我要是这样的东西 我不要做编舞 我不要现在流行的这些东西 有点回归初心的感觉 对所以 这个肯定是最打动阿K的 OK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今年这就是街舞 有非常多优秀 顶尖的urban dance 编舞师加入 那阿K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很大的冲击 是 包括像妍妍的情况 其实跟阿K也是类似的 对他们也想要 其实要hiphop 要坚持 对他会选择我跟自己的伙伴 跟梅子 然后我们走在一起 这里跟罗志祥这个策略 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 这个只不过说 相对来说 因为阿K小公主 她在之前累积了很多的人气 包括上一个节目 所以整个阿K的这个 得到的非议也会比较多 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表示 阿K我们挺你 对不对 这个 毕竟 不是说朋友的关系 而是如果不是阿K 是其他的舞者 做这种选择 我们也会去理解 OK的啦 因为 你比如说 如果说真的要抢流量 那相信没有一样千玺 对啊 那选一样千玺 那之前就一样千玺 试个好 然后去一样千玺那里 那边还有JC呢 而且说实话 就是论流量 吴剑豪肯定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相对来说 这四个人里面 现在物件好可能还是稍微偏弱一点 先偏弱一些吧 我觉得说白了 这就是一个综艺 对吧 我们大家 本私还是抱着一种好一点心态 千万不要上升到人品 看个热闹 对 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看到的 就完完全全 百分之一百的真实的那种 那种情况 就是这个人的人品 对吧 比如说阿K 阿K本人皮肤就没有那么嫩 也没有那么白 对不对 对吧 你所见不一定真的是百分之百所得 对吧 是 好 这个打个哈哈 这个事情我们就让它过去吧 翻个片 是 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 就是 关于最后成军之后 几个队伍的设置 因为优酷虽然水了一击 但是我们也不能从头水到尾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这个现在有的这几个队伍的配置情况 呃 我们首先 一个一个来看 刚才说了吴建豪 我们先说吴建豪这个队好了 好吧 因为吴建豪呢 我们来看他的成军人物 小吴兔子 呃 Gamble 这个王润润姐 阿K 还有Abby Bim 还有这个 YY就是黄慧 嗯 还有这个 呃 陈泰伟 还有 廖廖 还有阿琪 还有陈建妍 从目前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他 本身的舞者配置相对比较均衡 嗯 而且 在每一个舞种里面 都有 在国内 非常顶尖出挑的人物 就是 吴建豪这个队 他最大的短板是 popping跟urban 是的 他没有好的urban的编舞师 也没有特别强势的popper 对 呃 这两个 其实 你说编舞师其实 呃王润的话 也算是不错的编舞 呃王润是 但是王润的编舞 肯定不适用于所有人的 Abby其实也是 呃 Abby是 对 Abby是好的编舞 Abby的编舞可能相对来说 呃 他是有他的想法在 但是Abby有一个问题是 他年纪很轻 Abby吃 就是吃全五种 其实吃的不透 对 而且你比如说 他面对的像RK也好 或者是王润也好 他肯定是没有这个 话语权的去说服他们的 比较难 但是就是 我觉得Abby在团队中 他肯定不可能 像一个大姐头一样去 去hold住整场 是 但是他可以提出一些好的意见 对 但是你跟别的队比起来 Urban这块其实是缺失的 是弱的 嗯 啊 这是当然的了 但是大家如果看这里面的整个的这个配置 首先我们来看 他的B-Boy配置 B-Boy配置的话 Gamble不用说 嗯 是到目前为止的话 非常厉害的 对 最显眼的B-Boy 那么陈建言 非常扎实 然后他 这个Pone Move Style Move 都是都还不错 很不错的 很有风格的一个B-Boy 对 他的整个的这个 他是在B-Boy之中属于 没有明显短板的那种B-Boy 比较均衡 那么我们来 就你就可以预想得到 就是又符合音乐性编排 然后又有炸场能力 他这边的B-Boy是非常OK的 对吧 呃 但是我刚刚说到POPPING 我觉得小五这边 是不错 他一个人 他小五其实很不错 嗯 他是一个很 很有脑洞的 很有想法的 基本功也不错的一个 新一代的这个好的一个代表人物 对 小五 但是你要想一下 其他队都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在说 如果说单论个人能力 没问题 但是如果跟其他队伍 那种POPPING大神们 横向一比的话 这个队伍明显在POPPING方面偏弱 对 POPPING可以说是 目前四个队最弱的了 那没办法 URBAN也应该是最弱的 相对来说 不一定 我觉得跟罗志强那个队伍相比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么我们就是总结来看 那就是这个队伍 他的配置相对均衡 那长版呢是在于HIPHOP HIPHOP 长版是在HIPHOP HIPHOP第一了 对 爵士可能也是第一 爵士也很不错 因为王润跟廖廖都在这 对 所以如果说他的这个HIPHOP 和爵士的一种长处 能够发挥出来 并且适当地利用他的X因素 就是两个会听音乐 很全面的BBOY 那么这个队伍 他的成绩很有可能 会比较稳的拿在上游 对 对吧 如果说我你一个加薪的 淘汰四个人 你选哪四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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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扔 我心中已经有人选了 我也有 但是不太好说 说呗 来嘛 好啊 来嘛 淘汰队长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淘汰队长好不好 淘汰浩克吗 对 因为他后面骨折了 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到了 对 他自己也在微博上公布了 就是没办法 对 如果说这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弱的话 那我不如直接去掉popping 我直接不要放funky元素进来 我走更hiphop 更纯hiphop的路线 我们刚刚都漏了 Lucky那边应该是最弱的 对 只有一个 呃 陈泰伟 陈泰伟很心酸 因为他几天前 刚刚迎来自己第一千个微博粉丝 哈哈哈哈 很心酸 我觉得他仿佛就拿到了去年 阿伟的 阿伟的那个 偏偏也叫伟呢 你是谁 这个惊人的相似啊 你是谁啊 对对对 很心酸啊 你是有没有要提名他的意思呢 请问 就他存在感这么低 那就提名一个他吧 哈哈哈哈 好 还有歪歪 嗯 如果剩下的这些人里面选的话 Bboy 如果要只留一个 我留 gamble 那去掉陈建言 How about you 我的是 小五 赵翔成 歪歪跟陈泰伟 他们四个 OK 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 其实小五 和料料 我还是要 把握一下 因为 赵翔成就是Ben Ben他呢 他技术上是没问题 但是他人太低调了 Flexing这个五种 而且 相对来说到后面的惊奇感会下降 对 而且 他的 就是 适配度啊 跟别的五种搭配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难 对 他跟 他跟popping有一定的关联 但是他又不像popping 整体的融入到funky氛围里面那么好 这一组比较看好的肯定是 gumbo跟公主K啦 另外兔子 王润 也都不错 阿奇呢 适应度也非常好 长得像500嘛 这个也很有明星象 对吧 这不是什么好象 至少有的像 至少有的像 是 下一组 其他几个人我们简短节说稍微快一点 再来看FKM 那么FKM 那么 寒敦队 现代目前的配置 大家来重温一下 有 马仕马小龙 范范 波子和鸭子 Crazy Dog 那么我们还要看到了 这里面还有Eleven 还有Phoenix 金小根 还有李冰冰 唐树月 牧童 龙啸 茶树 和崇洋 他这里面编舞偏多 我跟你说 韩庚队是我感觉最平衡的一队 真的 是真的 你看编舞他有马小龙跟Eleven 很强了 包括还有崇洋 对崇洋 崇洋不用说 崇洋是 不但是男爵 编舞这两边都不错 对 表现力是超级强 是 马小龙我们都知道了 马施 编舞简直是 让我在网咖流泪 对吧 Eleven 也很厉害 Eleven 编那个 往后余生 哇 真的是炸了 R&B Team Leader 这算 这能力不用说 BBOY 你看BBOY有谁 波子 对吧 金小根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STO波子 对吧 太离谱了 我觉得这个实力简直就是吓人 你知道吗 这腰力 对 这个队伍应该算是腰最好的 对 POPPY 木桐鸭子 这两个都炸 就是BATTLE型的 直接上来就是 对的你 从平衡能力上来讲的话 这个队伍的话要比去年 那个FKM1代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 对 包括像Lucky有冰冰 对 不用说了 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队伍的一个整体战略 首先的话 这个队伍的话 我们要看韩庚他自己的构想 因为他的牌是非常好打的 对 这个虽然他表面上损失了像炎炎梅子之前他约定好的那些人物 但是补进来的比如说像这个金小根这一些的话 可以说不序于他们 对 再加上补进来的人还可以让他队伍更偏向于就是new school old school都有的这样的状态 平衡又有编舞 再加上每一个五种几乎都有拿得出手的顶级人物 对 韩庚这个队唯一就是缺失的就是hiphop 但是没关系 因为他有好的编舞师 他可以把这一块哦 编舞这块从另外一个程度上补进来 没关系 其实无所谓 他可以不走那个比较old school那种风格 相对来说 他可以更走一些这种穿插编排调度更多的routine那种东西 对 在这里面的话 首先我们要看到关键人物 我认为是两个 那第一个关键人物的话我认为是马师 嗯 这个hello dance 马晓龙 那这个他本身的个人能力是在于他有极其艺术性的风格 这个东西不要看 他跟韩庚的匹配度其实非常高 非常高 对 大家都知道韩庚是民舞 后来这个韩国练习生偶像 那个都不说 但是韩庚本身的艺术底子是民族舞 他个人其实是偏向于这种 在舞蹈中加入血液元素 对 和整个的舞蹈的观赏艺术性要高的人物 那么马晓龙是在这里面极其配合他的人物 在这里面 呃我们 基本上我个人可以笃定 在后面 马晓龙会带给他一个大惊喜 这种感觉的一个状态 我 认为这极好 啊 此外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呃 Eleven 嗯 Eleven是另外一个风格的编舞 对 那Eleven的话 大家不要看在节目里面 可能Eleven说话比较少 但是实际上 呃 你要想想RMB能够作为现在中国的 这种顶级编舞团队之一 对 存在 那么他作为领军人物 能差吗 不可能 对 主要是往后余生 也让我有一个 对他有一个新的认识 哦余生 终于是你 平淡是你 亲密也是你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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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Eleven在上一次我还入选了我个人心目中的一个TOP5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得到啊 什么人他能够在你见不到的地方发挥极大的优势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可能Eleven会扮演一个重要因素 再加上此外大家可能不知道Eleven个人和韩庚平常的业务往来很多 对 所以了解彼此很重要 是的是的 那如果硬要选出四个来淘汰的话 呵呵 你为什么非要淘汰呢 如果真的要选的话 其实有几个人还是比较好选的 我们看到 茶叔可能比较好选 茶叔和庞叔月 对 他们两位呢 首先现在存在感是比较低的 对 这也是 这个 本次陪跑的这个基本上跑不掉了啊 对 我觉得比较可惜 没关系 所以龙啸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 龙啸会有点危险 因为有波子在对比 还有金小根在对比 对 然后还有这个可能范范 相对来说的话 这种爵士 虽然他wagging很好 但是如果说从这种表现力上 就是这种偏爵士风格的表现力上的话 可能崇洋比他更强力 对 我觉得像刚刚你也说了 范范、龙啸、庞叔月跟茶叔 这四个人是比较危险的 当然也不排除会有失误 而导致出乎意料的淘汰 在Room T里面有的时候要看放不放炮 各位朋友们 OK 下一组 在罗志祥队修楼梯 修楼梯2.0 我们来看一下修楼梯对现在有的人物 那么是有美姿、映儿、Livell 还有小智 那么还有仙人 阿金、晨晨、叶音、Semi 还有炎燕、SAR和王子豪 这个队伍的话 应该来说不是罗志祥最开始设想的最佳配置 绝对不是 对 因为他的核心人物Stayway 他应该是准备发RK的 对 但是现在就是 本来是RK跟SAR 现在是叶音跟SAR 其实我觉得也不错 当然叶音本身能力极强 叶音也是冠军热门之一 对啊 但是就是说 从配合上来讲的话 首先啊 基隆锁王罗志祥 当年 没错啊 人家是基隆锁王啊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不开玩笑说他亚洲舞王啊 他其实在这个 Locking上面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对是吧 基隆锁王罗志祥 对于叶音的使用 应该会是他会着重考虑的问题 对是吧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还有的关键人物就是 大家要看到在这里面的 炎炎 嗯 那炎炎大家不要认为 这个看起来小个小个的姑娘啊 人家也是世纪大赛啊 包括像HHI 继续拿冠军的人物 是去年 Justy Boo的 中国赛区的 HIPHOP的优胜 对 HHHI Justy Boo 等等吧 各种大赛 他都拿了很好的成绩 近两年是很火的一个 中国的一个女的 HIPHOP dancer 对 那么来看到这里面的核心人物的话 如果男走叶音和三 女的一定就是炎炎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他的整个队伍没有错 是更偏向于 HIPHOP的一个大风格 嗯 其实我 总的来说 我觉得 修楼梯今年 可能是四个队伍里面 相对来说 要 危险一点 因为队伍 明显 就是 有特点的人物 偏少 而且 不适合出 极其炸的作品 因为这里面 我觉得目前来看啊 编舞方面 比较好的 就真的就只是 Star和夜音了 因为你说 Semi 他这个沟通本身就成问题 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那其他人 目前来看 也就起到了 配合跟Solo的一个作用 Level和这个 小智 呃 还有郭映儿 存在感相对来说 稍微比较低 对 但是呢 其实他们这里面的话 像这个 映儿和Level 他们都还是有跳编舞能力的 因为小智 他也是这两年 非常出彩的一个 来自上海的一个 年轻的HIPHOP dancer 对 从能力上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了 他其实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是对 你没有认为这些一听 就会炸掉的那种人 但实际上 他这个队伍的话 相对来说 他的实力是隐藏起来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队伍 好吧 包括像郭映儿 郭映儿 他本身是全能女 dancer 对 但是HIPHOP是不输现在一线的这个HIPHOP dancer 没错 很厉害 他爵士 都很厉害 都不错 是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如果说在这里面出现淘汰危机 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呢 那可能会像比如说他仙人 我觉得可能会存在危险 阿金他作为这个popper 作为就是裤子差点 对对 popper 其实相对来说他和另外队伍里面 顶级的那些老手呢 还有差距 那如果说从别的来讲的话 子豪 还有这个几个女生里面的话 相对来说可能level会稍微危险 弱势一些 对 我觉得这个修楼梯想选四个人还挺简单的 诶 诶 诶 不是就是存在感相对来说弱一些的人 多几个 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出现的天幅不长 对 基本上到这一集 如果你还没有太多展露头角的机会 就注定了这个陪跑的命运了 是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毅然装置2.0 来看一下千玺这个队伍 千玺这个队伍的话 我们来看 这里面有坤 小西 余丸 GC 米震 还有陆征 Vico在这里面 阿牙 冯正 AC 小海 Franklin 和陈伯文小文 小博在这里面 好 来我们来看这个队伍 这个队伍的话 我们来看他整体的 如果说从人员的所谓名气上来讲的话 应该是说还是最大的 对吧 对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老炮都来了 是 那在C位的位置呢 应该是穿的像农村结婚新郎一样的冯正 这个冯正呢本人 这个 在这里面 他自己也给自己有了定位 他说如果说我表现不好 你把我拿掉 这些之类的都没有问题 已经摆明了心态 自己就是在这里面来负责做协调 然后出主意 这样的稳定队伍军心的一个人物了 就 你看这个 看他们的海报啊 这个依然装置呢 因为有了冯正跟阿牙 对 特别的老气横丘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在这一刻想到一部电影叫《蒙甲》 是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只加起来有七百多岁的这个队伍啊 是 那么 首先 来看关键人物 在这里面的话 这个冯正作为关键人物 这种不用说 嗯 他又有想法 又有技术能力 那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呢 阿牙 对吧 在old school 舞种的编舞 可以说是有极其深厚的经验 嗯 而且有非常强的能力 这个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 不知道为什么哈 大家在这一季的时候看的时候 更多他是以这个小傅老师 来福老师的CP出现的 嗯 当然了他们两个人本身之间呢 也是有一些粉红色的情绪在流动 嗯 但是其实啊 而Franklin在平常的这个上课 受课的一个过程中 也就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他也在舞帮 呃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本身有意就在啊 嗯 但是我们抛开别的不说 这里面的个人能力来讲 我觉得Queen可能会是一个大的变数 一个惊喜 那还有另外的关键人物的话 就是Franklin老师 嗯 晓夫老师 这个 呃 他本身的这种顶级编舞能力 我们就不用再讲了 那个人来看 他可能在这里面会带给大家一些 我们常见的 会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在这里 呃 我学你一下 我立个flag 这个队伍不均衡 这个队伍非常偏 嗯 呃 呃 我们首先来看他整体的配置 他缺乏 能够在powermood上 进行一个爆炸性输出的 点或者人物 对 一个 就只有一名Vboy 小西 对而且 小西的能力在目前 你看所有的Vboy里面是最弱的 小西我都不记得 嗯 没有印象 是吧 嗯 你就证明他没有 从头到尾没有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 对就是这个是 我即便说被淘汰的小明 你可能都还记得 哇小明很厉害啊 对啊 对啊 就是千玺这个配置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会编舞的人太多了 对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 现代的就是Urban Dance的好编舞 半壁江山以上都在千玺这边 嗯 对 另外 Old School最好的编舞 都在这边 都在这里 就很奇怪 你想想想 Old School 这里面能编舞的 冯正 阿牙 小海 三个都很厉害的 那Urban这边能编舞的 坤 Fraglin 都很厉害 对 这很很尴尬 我听谁呢 我继续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啊 这是我们的专业输出 就是呃 在这里面的话 首先 他这个队伍非常偏 就是整个队伍的风格比较偏 他的配置也比较偏 偏偏偏 偏偏 如果说偏 Old School 中里面的话 是偏 Funky 对吧 因为他这里面的话主要就是 Popping 和Locker嘛 对吧 Popper Locker 那么这里面的几个Popper Locker 大神 包括像阿牙同事也是 趴拉双肩 对吧 就是 Popping和Locking 都是非常强力的人物 小海也是 是不是 那么整个这个队伍的话 他真的是缺乏 在场面快速移动 调度上面 能够出现大的爆炸性输出的人物 假如 这个队伍 他的弹力 就是整个队伍的弹性 和能量活性 能够有像上一季的韩语 这一季的夜音 这样的人物的话 会对这个队伍是一个良好的补充 但是 目前来看没有 我觉得 他们这边 新旧冲突可能会有一个 是一个小问题吧 对 如果处理的好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火花 他也许能够补齐 没有好B-boy的这么一个短板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我怕就会变成那种折中 就是我配合你 你配合我 大家都达不到最好的水平 对 很尴尬 他们这里面还有一个X因素是 是AC 对 AC 作为被一阳迁徙 预定了回家的路的人 一定要来我这里 对不对 对 我要带你回家了 我今天改名叫AC 那么 AC是目前里面 整体输出能量密度最高的人 对 但是如果用不好AC 因为它毕竟是wagging 它不是说有众多power move动作的一个五种 那如果用不好AC 或者反复的用AC走流线的套路被别人刷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队伍很容易被抓住短板痛击 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说这个队伍最有活力的肯定是AC了 对 但是他AC呢 我们在20小时编舞也看到AC有自己的弱点在 就是他其实在集体编排里面 他是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一些 特别是有老师们的时候 他一般就很少讲话 对 他可能他就是目前还处在一个 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就雇我自己 我solo 不能这么讲 人家是孩子有礼貌 比较谦虚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他能够让自己的出场 自己的solo 特别的完整完美 但是呢 他还没有办法去统治统领全局 让我这个队伍都能够展现出很好的东西 对 他就像是一杆枪 你用的好 你就可以打到猎物 用不好 他可能就只能放空炮而已 对 易烊千玺这个队伍我们稍微多说两句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这个队伍的名气非常高 但是这个队伍的配置其实没有那么合理 不太合理 对 我们不是说易烊千玺他个人设计的时候有问题 而是他的手里的牌就是这些 对吧 而且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进行了设定 对 因为千玺他手上其实很多这些人都没办法放掉 都是很不错的人 对 唯一的可能就是金小根 在最后选的时候没有选到 那这个可能会不会是一个大的变数呢 是的 很多网友就表示疑问 觉得很担心 我们对比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为什么去年易烊专制1.0的时候 而且他有比较高的一个输出的这个能量密度 就是因为首先我们来看 他去年的话有韩语亮亮 那么这两个身体开发能量输出都很高的舞者 对对对 那还有像这个舌南最会听音乐的最会运用这种很多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非原本的breaking元素进来的一个好的b-boy 对那么在今年的话他这个队伍配置里面其实没有 而且讲真话啊大家看包括像小海冯正这些 那虽然他们的编舞能力也很强 但是实际上炮兵连连场这个称号 我们可能觉得输出有点不太好 但是平常他们跳Routine的时候小海真的放话还挺多的 对我其实觉得如果说对标去年可能也不太好比 因为今年有Franklin跟坤 这两个人也算是另一个版本的亮亮跟韩语了 我个人还是很看好Franklin能够进决赛的 不是独奶我绝对不是独奶我不相信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队伍配置里面 来你来看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选的 首先小溪 余丸 李正 最后就是 可能 小博或者Vico 对对对 因为米正 我们一直在 就是之前也在说 说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出场 明明是Party三大帅哥之一 但是另外一个帅哥小安早早就已经回去了 是 木桐出击率很高啊 木桐出击率很高 为什么米正 对吧 对 明明很帅啊 而且还年轻 但米正确实没啥存在感 这个走我觉得也是迟早的 另外 鱼丸 鱼丸 从 海选之后 也就没啥生意了 就是看不太到人啊 另外小溪 既然 这个队的B-BOY存在感弱 那要不要 干脆就摘掉了 也无所谓了 就是纯输出作品 纯跳想办法做好的编舞 唯一的争议就是Vico和陈伯文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首先都是上海本地很优秀的舞者 水平都不错 但是存在感都不太高 相比之下什么小博可能还更低一些 因为Miko他的表现力真的是很强的 是的 所以我们来整个把这个拉通了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在这四个队伍里面的排名 在你心目中排名会什么样的 当然最均衡的我心中排第一的是太阳大师 FK 第二个就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 是毅然装置 第三个是剑豪的无暇联盟 第四个最后的是修楼梯 是吧 如果说让我来排的话 我个人可能会觉得 现在FK我也会把它排在第一 很奇怪 这个我也会把这个 我会把无暇联盟排在第二 我会把这个 毅然装置2.0和修楼梯 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 OK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队伍都有相对来说的配置的不太好 对不太好的地方 不均衡的地方 那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粉丝啊 大家不要带粉丝滤镜 我们只是从这种专业的现在来看的这种武者配置来讲 就好像有什么牌对吧 你有大牌 但是有的时候你手里面你没有配合大牌打的一些牌 不一定你拿到大牌就是好的 好的 这个情况出现在依然装置 那此外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打乱了你原本做牌的一个结构 你临时抓 然后配出来的 他可能和你最开始的设想 会有偏差很远 就是出现在罗志强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今年特别好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去年的这就是街舞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大概有几个明星选手 谁拿到这些人谁就有机会 对吧 那很可惜就是韩庚老师一个都没有拿到 有点倒霉 非常惨 你不能这么说 店门也算很OK 真的比不了 比如说你店门论人气 店门前几集都没有出现 他没人气 对吧 前面刚好累积人气阶段的时候 没有镜头就完了 所以超级人气的去年可以说是 石头 紫棋 亮眼韩语 还有就是浩子 杨文浩 还有吗 蛇南也不错 蛇南也算不上 还不够 还不够那几个 所以就是去年其实就五六个人 这些是最顶级的 选手舞者 那今年多很多 我们可以说大概有将近十个人 对 可以能称得上是顶端的这些人气 而且这些人呢 四个队伍都有 所以我觉得今年是很有看头的一点 就是四个队都有得玩 对 哪怕前面比如说我那台赛输了 没关系 我的核心的厉害的人 我都留着 那随着队伍的精简 那谁能走笑到最后 真的不好说 对 我会密切关注后面的这个比赛 看会不会出现 对我们打脸的这个事情 我期待 无所谓 对 我期待了 前面开了半集的玩笑 然后我们后面 就认真地说了一下这个后半集 认真地胡扯了一下 对 但是我发自内心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事情都是基于我们认真研究的判断 目前手上看到的东西 对 因为我们本身不知道目前的节目的走势 也不知道到后面谁走谁流 哪个队赢了哪个队输了 对 但是 这就是节目啊 对吧 我们看节目就是看了这个悬念 好 那再来讨论一下最后打分的这件事情 可以进入到打分阶段了 来 这一集这就是街舞 这就是肥宅快乐水灌水的这一集 请问你的打分是还有理由 我给7.8分吧 好 为什么这么不上不下的一个分数呢 这个分数 不能说低 当然高肯定也谈不上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想看跳舞 那这一集满足不了你 I'm sorry 但是 跳舞只有这个 开心的话 这集很开心 我看的也很开心 我笑了脸都僵了 你知道吧 所以 我觉得综合一下两边的需求 我作为舞者我不满意 但是 如果这一集 作为一个后面跟前面的中间的一个过渡和补充 我们全部看完这支街舞第二季之后 再回来看这一集 会找到很多新的一些笑点 和一些人物性格的补充 而且队长的他的这个话语反应更多了 我觉得这一集他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只不过可能我不会看第二遍 几此而已 啊 所以我给了一个 到不了 就是相对来说会低一点的分数 不是代表说我不喜欢他 而是我觉得这一集呢 呃 他可能他有他特定的功能 只不过 完全没跳舞 这个 还是让我有一点 啊 少一点什么 嗯 最近我给7分 嗯 很简单 这个分数的话 也是一个不中不一样的一个分数 呃 我倒不是说因为我看不到不到作品 嗯 而觉得他如何如何了 呃 我是觉得这一集的配比稍微有点失衡 就是还是选人太长了是吧 对选人稍微太长了 我觉得大家 这个导演组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中间 可以再设立有一些 再把这个选手的个人特征介绍一下的一些内容 例如SP啊 就是放一点SP进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是有一些人物的特征完全没有 对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是吧 米真他们 对 是吧 就是跳出去再说一些 对 比如说有关舞种啊 有关什么场外啊 什么之类 有关个人的一些小小东西 对 我觉得再放一点SP 就是要么是选手 要么是舞之类的这种东西 现在来说的话 他纯粹是为了搞笑而搞笑的那种状态 小黑屋虽然很重要 但是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队长是根据专业 和这些他们所谓的战队架构的一些 这种思想 他们完全是在做一个综艺性的输出 对对对对 对吧 所以如果说你本着这就是阶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 如果你想把它做成这种专业知识输出更好的一个内容 这一集稍微差点意思 我觉得也不妨可以尝试着用更喜剧化 更有趣味性的一种方式 就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第一台节目的名字 就是做乐队那个节目 它里面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方式 那个节奏来说可能会更舒缓一些 对对对对 每一个剪辑机构 每一个制作单位有它自己的风格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着 如果你想要做知识性的这种内容的话 可以做趣味的知识性普及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组很努力的让每一轮的选人 让他不那么枯燥 因为有很多讲诚 但是说实话看到后半段还是有点皮 因为我都可以预想到这一轮又是选人 就是总的虽然有小惊喜 但是大的这个东西没变化 所以你看他后面的这几个 就是比如说他们认为有响有略 就是游击组直接就快过了 对吧 这个我这么说一句 就是很像为了交代一个结果 很努力 但是还是 前面的部分就是 当然也很好笑 就有点像搁进你 我搁置你让你笑出来 到后面的话 我发现搁置你已经有点笑不动的时候 我就快速的摸你两下 然后让你把这个阶段过去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集没淘汰 对 这一集没淘汰就意味着 我其实不会有一个悬念 一个心不会悬着 反正没人淘汰 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 对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 大家对这一集出现最多的关注点 对 就是变成了搞笑的一些小点 一些小tips和RK的这个事情 RK这个反倒成为了一个恶意剪辑 其实节目组只是想综艺化 让小猪搞搞笑 假哭一下 埋怨一下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综艺效果的一个加强 然后现在很多网友 有揣测节目只在恶意剪辑 我认为节目组没有恶意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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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只是说很多的人反应过度 对 有一些这个 当然了看我们节目的人一般很少有这样的 那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更多的这种容易激动的网友吧 他们反应过度 所以没必要了 好 这个前面这一集的话说不水 结果也聊挺久的 对 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控制不住积极啊 控制不住啊 没关系啊 反正我们这个节目随便就是一个小时啊 细细细细细细细 差不多了嘞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要做一些 这个最后尾巴上做一些交代啦 对不对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感谢 首先呢 我们要感谢一下茶谷地 那么这个茶谷地的茶 是Alan的 大家要记住Alan头发不多 但是茶很好喝 那么 这是有什么关系请问 好 因为下一个要谈头发 我们要谈到 可以给我们做出良好造型的 ZATS 对吧 渣男烟花烫渣女 大 波 辣 那还有 我们要感谢一下 那么今天给我们提供场地的 让你可以造梦的造梦 造梦传媒公司 对等一会就在这里造个梦睡一觉再走 那 同时呢 我们还要感谢 SU 谢谢冯老板 谢谢冯老板 希望你永远不会被淘汰 希望你别的火也接不到 这个有一点 永远不会被淘汰 我感觉有点怪怪的 祝他得冠军嘛 这不是 哦 好 行 这个我觉得才是毒奶吧 哎呀好 这么勉强的吗 好吧 好吧 我觉得冯老板不太在意这个 是真的 但也是 对 冯老板就下次给点实际的 别光给衣服了 你是准备找人要钱了吗 冯老板有钱啊 冯老板有钱也不给你啊 带你一起发财不就得了 真实 好吧 你别做出一副优越小媳妇的样子 大不浪 好吧 那 到最后了 把口号再喊一喊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去医院吧 好不好 借务插话会 朋友就是多 好的 走了 拜拜 耶 耶 我可以脱衣服了吗 你可以脱了 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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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